他总是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但如今早已经不再是先成家后立业的时代了 我没有一番自己的事业 怎么能撑起我们的家呢 我压力很大 他不但不理解 还一直催我结婚 要求我按他的方式生活 我真的太累了 他说什么先忙事业 我看他根本就是在逃避结婚 而且他所谓的创业也完全不靠谱 不过是跟几个朋友凑热闹罢了 我年纪也不小了 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只想要一个结果 难道我有错吗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余先生31岁来自哈尔滨个体 有请余先生 佛女士29岁来自哈尔滨 宠物美容师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 好好好 着急了是吧 逼着人家结婚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年纪大了 啥年纪大了 你不29吗 那我同学什么的都有二胎了都 所以着急了 你家里也是一直在催这个事情 谈了多久一年多了 了解他吗 还算比较了解他 能嫁吗 我觉得我俩平时感情挺好的 他这个人挺靠谱的 为啥不娶人家 我现在才三十出头嘛 而且我现在事业不是说特别的稳定 我把事业稳定下来以后 然后再吃对吧 你得有资本嘛 你再去娶人家嘛 您的事业啥时候稳定啊 这个 那说准啊 那我只能说尽快 不能说 那这个东西也不能说 明年就好了 后年就好了呀 对吧 他总是拿这种推辞我 一直就一直在推 说要创业 然后一直也没见他 有什么太大的行动 双方父母见过吗 没见过 我父母也是跟我说过几次 说那个想见见他 看看这个男孩怎么样 替我把把关嘛 但是他一直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 推辞不去见我的父母 然后我想见他的父母 我也是一直没见到过 不是说他见我父母 我不让 是我父母本身就不在本地 然后我还得去 折腾他老人家 我自己这边工作还比较忙 我也不能说 我把这边就撇下了 我就不管了 然后带着他 我就直接奔我家去 你做什么买卖家个体 我是做海外购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 开一宠物美容店多好啊 刚开始的时候吧 那时候做这个美容 其实挺好的 我也感觉 销售物什么都挺可爱的 但是越往后时间越长 我就发现 哎呀 他做这个工作 每天回来都是带了 全身都是狗毛 完了到家他也不熟识 弄得现在屋里 全部都是狗毛 你说这个我也不说 这没办法 以后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呀 我还说你们俩 可以靠这个共同创业的 突然发现男生原来对这个 很嫌弃是吧 对 你不喜欢宠物 现在的话应该是 他一开始追我的时候 就给我的感觉 特别喜欢小动物 因为我家养的狗们 对我家狗挺好的 每次来看我的时候 都会给我家狗带零食 或者怎么样 但是现在我感觉 他完全变了 就我家狗有的时候 一回家的时候 想找他抱抱 他直接就踢了一脚 就直接把我家狗 踢到一边去了 我觉得他现在一点 我没看出来他有多喜欢宠物 上次那个事也是挺碰巧的 我正好那边工作在忙 我正心中精神的 那边狗就一直出来闹我 闹来闹去闹来闹去 我闹心烦了 那我真的是挺上气的 我就给了他一脚 那天他还在家 那不是没在家 你说我正在忙的时候 他难道就不能说 你把你的狗抱走吗 对不对 那你就抱一抱 他能怎么了 那你说我这边正在 我正在忙工作对吧 理解 理解 我问问 他有什么不良嗜好什么的吗 他特别爱抽烟 那基本上一天就得两三包 而且我还有烟烟 我闻不了烟味 他挺懒的 因为他上班时间是 在晚上的时候 然后我下班是六七点钟 我回来的时候吧 基本他都在家等着我 要收拾屋做饭 我就想你在家那个时间段 你没什么事 你就不能自己做点饭 让我回家吃个热乎的吗 就一直都在等着我 我上班那么累 然后下班回家 我还得给他收拾屋做饭 他有那种愿意 跟朋友出去喝酒什么的吗 撸个串什么的 对 因为他上班时间 下班基本上是一两点钟吧 但是他基本上没有说 在晚上凌晨四点之前 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下个班之后 都会去跟朋友去喝酒 喝个烂醉如泥地回来 然后搞得五六点钟回来 我那个时候 我还没睡好 搞得我一天上班都没有精神 他周围有那种小姑娘什么的吗 多吗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过很多 不同的小姑娘的微信 然后就问他有没有时间呀 什么时候吃个饭呀 就很多这种信息 这个 你说他既然能发现 那肯定是我密码 有告诉给他 对吧 一般来说 这个就是女生联系我的 要不就是合作的 要不然就是说 对我这边我能用到的 我会去留他们 那你说我也不能说 我这边工作正需要他们的 然后把他们就是联系不联系 我就给他们扔掉了 那你知道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而且他有的时候 一出去喝酒 然后微信也不回 然后打电话也不接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干什么 是真的去喝酒 还是去干嘛了 我每次回来也会跟他解释 我说具体是怎么回事 有可能我喝酒喝到一半 我喝多了 手机什么的 就放在那儿就没有听到 要么这有的时候 手机没电了 每次都是这样的借口 你觉得我信吗 基本也就是这样嘛 你信不信的 你们都接受了吗 但我确实也没发现 就是太过格的一些 就是他看到的也都是内心 我也没有说是 跟什么其他女的友 什么暧昧的聊天什么记录 根本从来没有过的 你们俩如果发生争吵的话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解决和处理呢 一般的话 我俩要是吵架的话 我就是回家 消失 那吵架在一起干嘛 我也不想看到他 我就直接回家了 然后呢 我就不理他呀 他回他的家你也不理他 对 他有时候 两三天都不着我 我是认为他在生气 那他在生气 我也在生气 我去找他干嘛呀 那我不找架吵嘛 所以说我是认为 那你最起码 你气消了 我气消了 那我就去找你嘛 那看上次有次咱俩吵架 吵架你回家两天 那最后我不也是去 给你送花了吗 送花 我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他就送给我那么一次花 然后情人节什么 他都没说什么 送给我礼物啊什么 都没有过 那情人节那天 我不给你搓猪蜘了嘛 你还好意思说 哪有过情人节 送女生猪蜘的呀 那你说 我上马尔上那么晚 对吧 我下午起来 我还特意起一个枣 然后下午起来 我给你忙 一下午嘛 是 情人节那天 给我发信息 火急火料的 告诉我说下班赶紧回家 别出去 我还以为给我准备多大惊喜了呢 结果一回家是挺惊喜 一桌子菜 以前基本上都是我做嘛 然后他没做过 但结果我一看都是辣椒的菜 我烟烟我也根本吃不了 你说你给我做那些 有什么用给谁吃啊 我只会做那些 我问问 你们俩当初是怎么认识的 当初的话是我们朋友聚会 然后我那时候在唱歌嘛 然后他就听到了 完了说就是联系到了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姑娘 这么着急结婚吗 不是太知道 因为最开始 你说我也三十来岁 我家里也没有说 催得特别凶 所以对你来说 其实还没想 还压根没想结婚这件事 对不对 OK 我特别喜欢她的坦诚 我就没想过结婚 我就是谈个恋爱 对吧 恋爱谈得好 大家处得不错了 水稻渠成我结婚 对 至少现在我不会 对 至少现在 我应该这个不会说 在我的考虑班之内 五年之内不结婚行吗 我觉得太晚了 因为我 三年之内不结婚行吗 我有点 因为我现在三十了 因为还得考虑到 两年之内不结婚行吗 我觉得还是有点 毕竟我俩相处也一年 一年之内不结婚行吗 一年之内可以 等到一年突然之间说 我有了其他人不再喜欢你了 你能接受吗 那不接受能怎么办 接受是吧 也就是说你愿意给这段感情的时间 一年吗 对 过了一年就一定要分开是吧 也不是 但是我觉得 我也没要求他 现在立马就跟我结婚 至少你得把结婚这个事 提上日程 没想过结婚 你得一步一步 他没想过 他为什么要一步一步呢 姑娘 那如果他要是说 他跟我在一起不想结婚 你怕他招待在一起是 一定是跳屏 最后的 就还有 auth 就是 时间 还未经认 可以 之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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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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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